大家好,歡迎收聽 臥草喵政治 我是臥草的總編萌萌 我是臥草的范 臥草喵政治 每週幫大家喵一下台灣重要的政治議題 記得幫我們訂閱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還有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可以聽到我們的節目唷 在我們的資訊欄 還有Podcast的問卷 有機會可以抽到博客來的EQ碼 還沒有填的人趕快去填喔 這個禮拜國內最重大的政治新聞 應該想都不用想吧 難道是罷韓嗎 不然還有別的嗎 當然就是韓總的消息 其實罷韓的事情 我們在第10集的時候 在成案的時候 就已經有聊過一次了 一個多月前 然後現在大家在聊罷韓 反而都在聊我們那集的內容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就討厭很多 那個罷免法規的制度問題了 當時好像 處期好像還可以啦 但是如果現在再出應該更好 沒關係 反正我們這次個禮拜 繼續聊罷韓相關的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個人好像有做一個預測 預測 就是那時候我們不是說 就是不知道會有幾%的人出來投票 然後那時候就在想說 韓總的那個 魔力 可不可以就是超過50%的人出來 結果沒有想到其實 也不錯了啦 因為最後投票的結果是 有高雄選民有42.10% 就42%的人出來投票 但其實我覺得你要回頭去看是 譬如說光 就連那種最激烈的那種 投票率應該催最高的 譬如總統大選好了 其實投票率都不到8成 或是最高的8成 等於是有20%的人本來就不會投票 所以在那種極限都是8成的情況下 這次有47%出來投 真的是很佩服韓總的魅力 能夠號召大家出來投票 對 因為大家都挺驚訝 然後那時候我這節目當中 我還有提到說 說不定我們那個支持韓總的人策略啊 就是要出來投說不要罷免 結果沒有想到韓國瑜那時候就是呼籲大家是 待在家 不要投 不要投 那後來我就有問說 欸他這種就是呼籲韓粉不要出來投的那種 策略究竟 到底有什麼意義嗎 我覺得其實他那招其實還蠻 蠻 機 不好的 蠻不好的 其實我覺得民主還是盡量鼓勵大家都出來投票 因為他會製造什麼效果呢 就是第一個就是 因為他這樣喊 喊說就是支持我的人就不要出來投票 好 那所以出來投票的人 就會被人家認出來說 你那天出門投票對不對 那你這個人就是討厭我們韓總 討厭我們韓市長的人 我們韓粉就要教訓你 那確實當天投票的時候就有一些零星的一些事件 就真的會有人在那個投票組外面 然後錄影啊 就像錄影搜證說 這些人竟然出來 投票要罷免韓總 把他記起來 這樣沒有違法嗎 就是他可以隔一段的距離 離投票所一定的距離就沒有違法 但是還是會有人害怕嗎 說我看我今天出門要投票 就會被人家這個人厭啊 或什麼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不敢去投 我沒有想過他講這個話會引起這種負面的情緒 其實會製造一些一定程度的對立啦 對 而且除了這個之外 又可以嚇到別人不投的話 還有就是最後 我不知道那時候大家可能有印象 之後 韓市長他有出來講一個感言 一個 不是幹話 感言 三聲感 就是罷免成功的感言 你不覺得罷免成功的感言 聽起來很正面嗎 恭喜當選人 不是他不是當選也不是落選 他是這個這種霸選人 就是當被罷人 對反正韓國人的被韓國瑜的被罷感言 那時候就講說 130萬沒有出來投票 認為這是投票這個不公不義的人 感謝他們的支持 但其實就是他把所有沒有出來投票的人 都算在支持他的頭上 對啊 我如果只是想要在家裡睡覺 我不想要關心證據 或是睡過頭了 或是他戶籍在高雄 可是那天也許要上班沒辦法投票 或是他根本人在國外 或是也許他可能行動方面不良旅行 他沒有辦法出來投票 這些人你們都變成韓粉了 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最難過的是什麼 就是 其實那天啊 除了 同意罷免有 93萬9千票 就大概94萬票的人 同意要罷免韓國瑜 其實喔 有 25000人 他們還是出門 投票 投給 不同意罷免的 所以其實有25000人多麼偉大 他們 忍受可能要被韓粉 這個丁少認為是 喔 你是不是要罷免韓粉 但是他們不怕這樣的眼光 他們還是走出門 然後呢 去投一下支持韓總的這一票 25000人耶 就這些人 可沒有被韓總送在130萬人裡面 我覺得或許這些韓粉才是真的清醒的人 就是說 對 民主還是要投表態嘛 我支持就支持啊 表達了那個立場 對 好可憐 他可能不被 不被韓總送來 只是他的這個支持者裡面 嗯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因為這次 嗯 投票的那個結果很驚人嘛 就是4萬 然後其實我們就會想要來比較看看說 他當時選高雄市長 或是說他在選總統的時候 這個票數的表現 跟這次的票數有沒有什麼一個有趣的呼應 對 其實大家都常常都會比 因為比如說他當時選上高雄市長的時候是 嗯 89萬票 那這次罷免是94萬票 所以大家可能會說 哎94萬票 你看比89萬還高 用這個來去做比較 但我覺得情感上這樣比較是蠻直觀的 但其實我自己會反過來看就是說 欸 因為本來 這兩群人其實不是同一群人嘛 支持韓國瑜的跟支持罷免他的 比較像是不同的 對他有不同的感受的 所以與其比這個票數不如比的是 2018年投給陳其邁的人 和2020總統大選投給蔡英文的人 和這次同一罷免的票數去比較 我覺得這樣比較有意思 因為都是要反他嘛 對 就是相對不喜歡他的人 所以 以這個數字來看的話 其實2018年選市長的時候 陳其邁是74萬票 那 但是到了2020總統大選的時候 蔡英文在高雄是拿到快110萬票 那同一罷免的是94萬票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94萬票代表的是 他比陳其邁那個時候支持陳其邁的人 多了不少 但是又是蔡英文的110萬票打一些折扣 對 所以其實他並沒有 並不能直接把94萬票 跟那個同一罷免的跟這個韓國瑜 支持他當選那個直接比 我覺得那比較不直觀 不如說是有可能大概九成支持蔡英文的人 這次都有出來同意罷免韓國瑜 可是老實說這個數字出來的時候 我不斷在反省著問 反省 就是為什麼 就是高雄人怎麼可以這麼的不喜歡韓總啊 我覺得 當然我們要首先要這個欽佩高雄人的這個毅力 當然我覺得要欽佩韓國瑜的魅力 能夠吸引大家那麼突然出來投票 這也不是重點吧 我只是要問說 你看 因為我就問一個高雄的朋友說 就是還沒選之前跟他吃飯 我就說 欸你覺得會罷免成功嗎 然後他就一拍輕鬆的說 喔一定會啊 就是他完全不會覺得 沒有什麼感覺 他覺得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就開始在回顧 你知道因為你知道最近肺炎 所以有很多事情我就有點忘記了 就是他之前做過的事 那為什麼肺炎 你有感染肺炎嗎 影響到你 不是啦 我說肺炎的新聞已經多到 我沒有腦容量去記得 其他的新聞時間 韓先生他做的些什麼 所以我就試著去recall我的那個memory recall recall也是罷名的英文 R-E-C-A-L-L 同時有回憶的意思 OK好繼續 然後我就想說好 反正我就問死期生嘛 然後就問我朋友 他們說好 等一下你又把東西推給死期生 我沒有推給死期生 反正他就跟我講 一第一件事是 他在 市長當一半的時候 烙跑 烙跑 對不對 跑人業的其中一個 對 就是你之前也沒有當過 然後你本來說你不會走 然後又跑掉了 所以對於高雄人來講也是 全全XX 對對對 那這讓我想到一個有趣的事情 你不覺得國民黨 烙跑選總統 那你選到誰嗎 對 你不覺得是城鄉市嗎 是正常輪朱立倫嗎 2016年 你還記得嗎 那時候 不過我覺得他們的差別還是有差 因為像朱立倫其實他 他是那時候新北市長 但其實那時候已經當完一屆 然後又選上之後 然後才又去第二屆選上之後 又在中間跑去選總統 而且他那個時候的狀況是 原本他們國民黨2016年 提的是洪秀珠要去參選 那種種原因之後 朱朱姊又被這個拔住了對不對 拔住之後 然後臨時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推一個人出來選 然後推朱立倫 所以那個時候有點像 敗戰處理投手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會輸 但是國民黨總要有一個人出來選吧 所以那時候硬推一個朱立倫 那反過來 如果回來看韓國瑜的話 其實不大一樣 韓國瑜是 他只是他是2018年底選上 而且就職是12月25號 就幾乎就是完全的年底嘛 那他大概二三月就開始跑行程 然後開始就是 有要參選 就是打算開始參選總統 所以等於只是 他市長 他中間還過一個年 他還去那時候 還有被拍到去哪裡出國打麻將 他過兩三 只是過了三個月的 做了三個月的市長 就準備離開位置去選總統了 而且加上又他之前不斷不斷的強調說 他會這個做好做滿 他對高雄有很多的情感等等 把自己又捧得很高 所以那落差感就更強啊 他的意思不是說 他去選總統也是為了要 就是為了台灣好 為了高雄好 對 你看我如果當總統的話 高雄就會好 對我如果當總統也可以照顧到高雄 而且我一個禮拜會 什麼住三天高雄還是 不過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多人拿 那個什麼 這個感情的那種交往來比喻 就是說 我就算有小三 我還是會 一個禮拜有三天睡 這個原配家裡 我不知道 他這種的話就是 他不講就算 他越講我覺得大家會越 越生氣 原配聽起來就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要謝謝你囉 對 所以我想高雄的憤怒 應該是非常直觀的 然後不講就算了 越講越生氣 因為對我來講我就會覺得說 主理的那個時候 就沒有聽到 新北市市民要把他霸門 就是那個 那個生氣 跟負面的情緒 沒那麼強 對 不過當然不是只是因為這樣子 一件事情 所以高雄的市民才 對他有這麼 承諾是那個 沒有守承諾是一個原因 那還有嗎 還有 好緊張 好個人意見 就是我覺得很大的原因 也是因為 整個2019年的國際情勢 像 不管是中國才年初的時候 就跟我們講說 什麼一國兩制 就是九個公司 這樣的一個連結 還有就是 香港 香港的從反送中啊 包括很多就是 抗爭活動 然後被打壓 人婚會莫名其妙消失啊 等等 還有這個 中美的對抗 越來越明顯 所以其實整個台灣的氣氛 也是會開始對中國的反感 越來越強 那這個國民黨當然就是在 國內的這個政治光譜上 相對的就是會被認為是比較輕重的吧 那 這個 比較起來也是如此 那韓國瑜 又是 特別的和中國連結強 比如說很多政策都是什麼 啊 那個順口溜是什麼 人進來 人進來 人進來獲出去嘛 然後就高雄發大財嘛 他其實當時很多的策略都是說 啊 我要跟中國啊 什麼建立什麼關係 賣水果啊 先不管有沒有賣出去 但是他把他的這些 政見都壓在中國的善意之上 後來他去香港的時候還去建了 代表中國的這個 官方意見的中聯辦 那其實對 了解這些政治生態 其實非常恐怖 就是等於是 連香港的特首都不敢公開去建 中聯辦的事情 他進來去做 所以大家覺得 太恐怖了 你既然講到這裡 就讓我想到其實 外國媒體啊 他們看到這個 霸函的新聞的時候 其實也做出了很多詮釋嘛 那其中蠻多的言論就是在講說 高雄拒絕一個 就是靠近中國的 親中的一個市長 然後那時候 我記得你有跟我提到 環球時報 就是中國對國外的一份報紙 他們有做了一個 報導的 對 就是他那個 Global Times啊 就是中國的官媒之一 他們很多的官媒 他那是英文版的官媒 他其實那篇文章其實很有趣 他就直接講到就是說 他們 罷函這件事情啊 他們去問他們的專家 政治的分析師啊 那他們的評論是說 你問我這幹嘛 我們北京啊 我們中國 早就沒有打算靠這個 KMT 靠國民黨 來去統一台灣了 之前都不可靠 每次都拿什麼 九二共識 來我們這邊中國 騙吃騙喝 然後辦事不勞 我們花了一堆錢 然後拿去請客吃飯 然後呢整個在台灣統一的聲音 反而越來越小 越來越那個 那個被變遠化 這個我們要統一 已經不會打算再靠 國民黨了 他們是 我自己覺得有點像就是說 就是玩雜了 然後在裡面事後說 沒有人 我才沒有靠他的 這樣子 就是鬧彆扭 小孩子啊 對 那但外媒其實蠻多 他們的切入點就是說 拒絕親中 拒絕親中 對 然後民粹這個出身的市長 被罷免了 所以 對 角度是往這個方向走 好啦 就是霸函這件事成功 大概一家喜嗎 一家杯 哈哈哈哈 就是對 但是我覺得我個人更好奇的 或是更關注的是 霸函成功之後 然後呢 然後呢 因為其實後續 很快的就發生了一些 讓有點 我覺得有點社會動盪的一些事情 等一下我們要講墜樓嗎 這有點危險 就是 我覺得也不是說 我們真的要去judge 就是墜樓這件事情 因為當然 那個高雄市議會議長 徐坤源 墜樓身亡 這個新聞很快就出來了 對 當天 對他就當天嘛 那他出來之後 其實警方或是說 他們官方都沒有去 去講說是為了什麼原因墜樓 對 可是我覺得就會聽到一些聲音 去揣測說 他的死亡是跟霸函有關係 嗯 我決定這段就交給你來講 我只是 我覺得這我沒有要 我沒有要給評論 也沒有要講什麼 只是我是覺得說 這個時候就會有很多 不一樣揣測的聲音 大家如果看到這類的言論 或是跟新聞的話 其實就要去想想說 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對啦 其實我覺得可以給大家 很多想像的空間啦 包括就有人提到 可能跟這個一些 土地開發 一些或是甚至 選舉賭盤啊 會不會有債務啊有關 嗯 但這個我覺得 事情過去 我不想講人死為大 但因為我們節目 我上次走在路上發現 就被人家認出來 不再主持這個節目 所以我現在不太敢講這個議題 哈哈哈哈 我也不會打你啦 對 麻煩握草我們最近會寫 那個各縣市議長的一些 一些那個 事蹟 我們現在還沒有發 之後可能會發 既然我們講到議長 那我就先來講講 沒有議長要改選吧 要 那這個改選制度你 沒有 因為其實就是議員選啊 就議員裡面 對 議員就會議員 譬如說現在 不知道他們多少席 假設60席好了 就剩下這60席的議員 要選出一個議長 對 那那個 但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什麼代理啊 因為現在應該是副議長 因為他其實許坤元之前身體就不太好 中間好一段時間 都是由副議長來主持會議 對 對 中間就會有可能有 你上次不是有跟我講一個離婚的故事嗎 離婚的故事 就是那個什麼 OK代理代理 不是代理是講議長的事情還是講 OK這比較像講代理市長的事情 因為之前 因為一樣有那種 當了縣市首長 然後但是因為官司什麼原因 他位子被拔掉 以前之前台東有個縣長 叫做吳俊麗嗎 就是有一個縣市首長 然後呢 他當上了 剛選上沒多久 就因為官司的問題 然後被拔掉了 對 但是呢他在當任縣長沒多久之後呢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任命他的太太 邝立真為副縣長 然後可以讓他跑一些行程 就是有點像是提前開跑 但是他們是夫妻關係啊 沒有沒關係嘛 雖然是夫妻關係 但是呢 也可以假離婚啊 所以他其實為了 因為有規定 法律有規定說 那種極等親之內 不能夠任命為這種 這種政務官 那 那個時候他們就假離婚 然後任命他太太為這個副縣長 然後可以讓他幫助跑一些行程 因為他可能知道他被拔掉 所以趕快由未來如果要補選的話 他就可以先出去走動啊 露臉 就好 因為官司的關係 這個人被拔掉了嘛 好 那後來真的去補選的時候 那真的太太 這個前妻 還真的就補選上了 叫狂離真 那個時候就當了台東縣長 大家可以去看這個股市 其實 滿有趣的 不知道這次會不會是 這個前妻來選呢 我們聊到這個是因為高雄市沒有市長 所以 也沒有議長 對 就是沒有市長沒有議長 真的是有點慘 那很快我們就是 媒體最關注的是 代理市長是誰 誰要去代理呢 然後我看那個媒體在那邊採訪那個 蘇貞昌的時候 就問他說 代理市長什麼時候選出來啊 然後旁邊的人都是面露微笑 還有一個陳插麥先生也一直在微笑 他笑的我不知道 笑得最開心 但是根據蘇貞昌院長的表示說 禮拜五啦 十二號的時候 其實就是節目播出後過一兩天 他會公告說接下來的代理市長 那這裡我有幾個問題想要問 一 因為陳其邁福生很高嘛 就是他就是之前跟韓國瑜競選的那位市長 然後現在是在當行政院的副院長 那你覺得他會出來當代理市長嗎 還是他會補選的時候才會出來 怎麼辦 我這個猜錯感覺很糗 沒有啊 就是你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 應該不會由他來出來代理市長 因為我會 那會提前有點像消耗選舉的能量 因為他如果現在先代理的話 那等於就是第一個會繞人口詩說 你看你18年選輸了 那你現在把別人扒掉 然後自己又回來當這樣子 有點繞人口詩嘛 那再來就是這個 呃 那個他如果提前在擔任市長 對 執行市長的職務的話 那 也容易出現 比如說那種 呃 球員兼裁判 因為他在代理過程嘛 然後又代之參選 這種這種問題 對 而且 怎麼講 他其實 陳其邁其實在 二十 十五年前 其實就曾經代理過高雄市長 但那次代理高雄市長的經驗 不是很好 唉唷 對 對啊 因為他那時候2005年 那時候其實他那時候才四十出頭歲 四十一二歲 就代理市長 那時候是高雄市長 謝長廷被找去當行政院長 然後呢 陳其邁就被派去代理高雄市長 其實就是民進黨那時候就是要 提拔他為選下一任的市長那種感覺 OKOK 但那時候代理代理的 就出現高雄有一些弊案啊 但是不是他任內就生 就是 在任內爆發 雖然不是他起的因 但是他就因為為了這個政治責任就下台 我覺得他跟高雄市長沒什麼緣分 對對對 就很可憐就是 你看別人十幾年前就要栽培他選 四十出頭歲的時候 然後那一次就爆掉 然後呢 2018年想說 大家都覺得好像應該就是他了 結果又爆掉 那現在 你要不要提前代理還是 這個 因為這很像一個悲慘的愛情故事 像當年他們要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就被分離 然後他們好不然又可以結婚了 又有人來搶婚 對對對 又出現事情 所以你說要叫他先去代理市長 好緊張喔 代理會不會又出膽子 所以你覺得有可能會是派一個 就是其他的 黨面想培養的人 對 或是就是其他的政務官 就是 比方說事務官出身的政務官 就政治性格沒那麼強 只是先把這幾個月給擋著 然後讓下一次的補選 能夠順利的舉辦 然後市政不要出大問題 就好 我是會往這個方向的 正常運作 對我是不要想這樣子 然後真的要補選的時候 他再出來 對陳青麥再出來選 應該不會不是他吧 也不一定喔 畢竟剛剛有故事 這種難過的故事誰知道 就到時候的新娘不是我 然後對 然後就又是換其他人 就很尷尬這樣 好啦 大家知道那個 民進黨一定會派人出來做補選 對 那國民黨呢 國民黨現在狀況就是 欸 他們有瞬移耶 黃昭順 老將出征 我滿期待如果黃昭順再出來選的話 應該可以 黃昭順介紹一下吧 黃昭順要介紹嗎 要啊我不知道誰啊 柯烏安黃昭順 黃昭順 大家請Google黃昭順 應該可以收集到他 香港有趣的發言和新聞 對 你還是沒介紹 真的黃昭順很大任的啦 這個很有趣 他以前也選過高雄市長 然後 滿慘烈的 如果他出來的話 我相信 各家媒體都有很多的梗可以做 好吧 不要欺負他 你還叫人家不要欺負他 不要到時候是你欺負他 好 那 韓國瑜他 這個叫敗玄還是聖玄 被罷感染 被罷之後 其實他很快的也發表了一個聲明 那他在聲明中其實有提到說 他會尊重人民的意志 不會提出任何訴訟 本來後面是想要再聊說 如果韓國瑜提出訴訟的話 會再走一個什麼樣子的流程 假設他有提的話 其實他可以對這次罷免結果 他提出意義 就是可能要打一些行政訴訟 所以可能就會暫時 沒有辦法補選 然後就可能會 對 因為等於要打行政官司 要確定說 好啦這次罷選結果 真的沒問題 然後才會正式要下台 正式要補選 不過就他的說法 但是這個韓總的聲明上 真的說詞常常一變再變 他雖然說不會提出訴訟 不知道會不會在最後一刻 又做什麼改變 而且他那段聲明 我自己覺得有一段 很有趣的事情 我要特別講就是 因為很多人都說 他會不會出來選當主席 會不會出來什麼 選台北市長或什麼的 然後他自己的聲明是說 針對外界對我未來的各種揣測傳言 我鄭重再強調一次 這都不在我目前的規劃內 所以這句話我自己讀到的是 這不是目前 然後也不是在規劃內 但未來就很難講了 或者是說別人規劃他去做 那就很難講 所以大家有說 這個韓總不會這個 這麼輕易的 就從我們的這個 台灣的政治權重消失 我對他有信心 應該不會讓大家寂寞 你覺得如果你是幕僚 誰的幕僚 選上也看到了他的內力 雖然輸了還是五百多萬票 對就是代表 他對於人民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他有可能在 譬如說再選是總統 或是說選小豬那個 那叫什麼 黨主席之類的 我自己覺得 這是國民黨的困境 就是對國民黨而言 就是畢竟他們這一段時間來 得過最多人民選票的 政治人物是誰 就是韓國瑜 那你可能 大家可能黨內都覺得 這個家我真的不行 但沒辦法 他現在聲量最大 有點像是韓粉 會綁架整個國民黨的走向 沒有人敢直接跟他對沖 所以如果 如果沒有其他的這個 勇志之士 能夠勇敢站出來的話 其實真的還是有可能 韓國瑜會 takeover 就是還是會影響 整個國民黨未來的走向 也許不一定會參選 但也許是跟他很友好的人 出來參選 或是 需要參選的人 必須要讓 讓接受韓國瑜的加冕 韓國瑜可以知道很多影響力 所以就算他不是本人去選 他的影響力還是會影響 未來的國民黨的走向 好啦 那我們就是可以預測他不會消失 短期間不會消失在大家的影片 我覺得就媒體觸及的角度來講 是好事 但只能說對國民黨就祝福他這樣子 題外話我們youtube上流量最好的節目的主題也是罷韓 這個 感謝韓總對我們出奇的幫助 然後因為罷韓結束之後其實 剛剛前面有聽到的嗎 有引起蠻多的討論聲量 另外一部分就是我想要再拉出來提 就是一直有人講那個暴復性罷免 暴復性罷免 就是什麼或是縣市議員啊立委啊這些 因為他被罷選了嘛 所以他的支持者其實就是很憤怒 然後他們覺得會是民進黨動用整個國家資源 再去迫害韓國 韓總 所以造成這樣子 造成什麼社會分裂啊等等的結果 所以他們也要去就是把人家罷下來 不過因為這邊 在新聞上其實有一些名單啦 就是暴復性罷免的名單 有黃金 王浩宇 陳柏惟 等等糟糕 名單有點多 但是這個我們可以延伸思考一個問題 罷免真的有那麼容易嗎 因為其實我覺得那個規則 也有些是罷免制度目前的規則 可能有些 我不敢說bug 但有些值得可能去思考 是不是要調整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第十集那時候也有講到 因為像如果是市長 縣市首長跟立委的話 都是一個選區選一個人 所以本來他得票 你可以想像大概就是相當於一半左右 一半或一半以上吧 他才會選上 那但是呢 像這次有被點名幾個 要被可能會被罷免的人啊 都是議員 那議員其實他本來就不是過半的票數 因為一個選區 議員一個選區 可能選個好幾位 四五位六七位 所以像以黃捷為例好了 他在高雄鳳山有26萬人 他只要1.8萬就當選 其實也不多啦 對 所以你看 原本就有二十幾萬人沒投他 對吧 他的支持者其實就有十分之一不到而已 本來就有二十幾萬沒投他 所以罷免需要這個25% 就大概是六萬多票的話 他只要二十幾萬沒投他的人 其中有三分之一出來 就過了 對 所以一個選區 如果是有很多的名義代表 這種的選區是不是一樣 要適用同樣的罷免規定 我覺得是可能要想想 對 這樣很矛盾欸 對 因為本來他本來就 一成的人投他 本來就有九成的人沒投他 那罷免的時候 九成的人裡面 只要三分之一出來 就過了 所以剛好這個台灣有史以來 第一個直下市的 市長被罷免的這件事情 可以讓我們也再反省一下 說我們的罷免制度 落實在其他的選區上 是不是可以有 有其他的思考的空間 對 好啦 我們其實這禮拜 真的聊滿多東西 然後最後想要再分享一個 臥槽的快訊好了 對 那個很有趣 嘿嘿嘿 請說 對 我們有發現到 因為其實那時候 剛剛韓國瑜公會罷免的時候 當然國民黨嘛 是這個 這個韓國瑜所屬的政黨 他們呢 就有發聲明 那時候發了一個 中文版的聲明 跟英文版的聲明 那很有趣喔 他們中文版的聲明 就是講說 這個韓國瑜啊 這個 這個葡道路啊 這個修水溝啊 這個弄得都很好啊 很讚啊 然後都是執政黨在操弄罷免案啊 等等 在就是批評執政黨 等等的這些東西 但是呢 他們在英文版的聲明 有一句很關鍵的話 他們在英文版的聲明 裡面有寫說 我們國民黨 這個江啟臣主席啊 我們國民黨是致力於反共啊 要建立民主自由團結的國家啊 然後國民黨也一向 把台灣人的福祉放在第一位 英文版有這段話 中文版卻沒有 對 而且我覺得很奇的就是 像有些國際的那種 大的通訊社媒體啊 他直接就看英文版 就quote英文版這句話 對 國民黨反共 所以你看那個脈絡就是說 啊 清中的高雄市長 被罷免了 然後呢 國民黨的主席出來聲明說 國民黨其實我們要堅決做個反共的政黨等等 英文的讀者可能讀起來是這樣子喔 但是中文的讀者讀的時候就沒有這句啊 所以很 就是他在對國外的輿論的方向 跟在國內的輿論方向是不一樣的 我不知道他不是 我不知道國民黨是不是怕 對岸會讀中文不讀英文 所以他就放了兩個版本不同的寫法 我覺得當然就是還沒有追蹤我們的臉書的 其實可以真的追蹤一下臥槽的臉書 因為我們的總編輯的興趣就是去讀中文的資料 英文的資料 然後再做雙向的比對 給大家不同觀點的 常會發現一些奇怪的小東西 對 大家一定要訂閱分享按讚留言 對 我們的臉書 好啊 這個禮拜我覺得霸函蠻有趣的 我們前面聊了蠻多的東西 對 那最後是想要跟大家講說我們有一個問卷 Podcast的問卷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一些回饋 其實已經慢慢看到一些留言跟回應 我覺得很有趣 我們上前的現在 是不是都是女生 好像只有一個男生 然後其他都是女生 女性的聽眾偏多 如果你是男性 趕快出來 不是 我剛剛講說是我的關係 所以都是 對不起 我們這一段刪掉 收尾好緊張 沒有啊 我們覺得 可是也有人說 比較多女生在聽Podcast 所以不是我的關係 因為在粉專的Podcast 粉專的觀眾就是 男生比較多 男生比較多 我們的臉書的讀者其實是 男生比較多 但Podcast上感覺是女生比較多 但我覺得很棒啊 就是說 平衡 性別主流化 對 然後我們裡面其實有看到 大家對我們的一些回饋 包含我們講話的方式 或是我們的收音 還有我們的內容 又有一些許願清單 挺有趣的 各種批評與指教 像是說 萌萌的聲音忽大忽小 不要一直拉麥這樣 沒有啦 忽大忽小是我 那我是一直很小 喔 誤會誤會誤會 對啦好啦 總之大家幫我們填一下問卷 對因為你們填問卷我們真的很認真在看 然後每一個留言 我們都會希望可以更進步 然後表情 就是可以表現更好吧 或是說我們流量更好 我們才可以去爭取一些經費 提升我們的設備啊 等等的 改善我們的聲道是不是 整形的費用 好 OK 反正可是因為我們這次抽 填完問卷都可以再繼續抽 博克萊的eCupon 對 好像這個50塊對不對 好 好 多少錢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們對我們的愛 然後 對 快點來我們的資訊欄 可以點那個填問卷 很快就填好了 可以抽獎 然後我們今天聊的相關內容 我們都會整理在我們的資訊欄裡面 沒錯 然後還沒有追蹤我們卧槽 臉書 IG Twitter 還有一切社群平台的人 請記得大家一定要去卧槽支持我們 然後如果希望我們節目長久生存下去 請大家去YouTube看一下我們的節目 對 YouTube會有那個 會有 廣告收益 廣告收益 對我們 上次我看到這個禮拜廣告收益 有什麼80塊 我還很高興 問同事說 80塊美金嗎 沒有80塊台幣 就一個便當錢 好 OK 對 希望大家也可以都看看我們的YouTube 然後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有更多的經費資源的話 對 希望大家能夠定期定額支持 沃草做更多更好的內容 那我們就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